你现在在听的是 Raymond Wong 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希望他们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来讲讲另外一件事 就是之前有消息 就说秦江 替了冬菇 这件事在华游 9月8日的时候 早几天我都看到 但我没有说 因为我觉得整件事很流 我认为不是真的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已经不认为是真的 他在华游里面的说法 就是说两位前美国官员 那时候他那份报道没有提名 他们两个人说 秦江已经被安排到 中国外交部主管的世界知识出版社 做一个低层职位的工作 他们说至少找到的情报就是这么说 华游的报道就说 这个世界知识出版社 就是北京市的一条小巷里面 里面有一间向公众开放的书店 书店是很小的 里面这个书店有中国外交官的回忆录 和习主席的书 华游他自己也知道是奶奶的 他就是宝妃 他就找了一个记者去这间书店 然后书店的工作人员就说 没有啊 没有听过秦江在出版社工作 有个人接电话都说 也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的 那外交部有没有试过类似的事情呢? 譬如有些高层 凳了冬菇 然后就去书店做总编辑 就是出版社做总编辑 这些我认为也是将官李大 将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套到秦江那里 我估计啊 因为中国外交部前部长助理沈国芳 他在2005年的时候 就试过职务被人解除 一声就解除了沈国芳 接着呢 在12月29日已经证实了 他是去到外交部下的出版社做总编 那当时呢 出来说这件事的外交部发言人呢 就是秦江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有些是将官李大的 有些是 那 华游他有找外交部去问 那 没有评论 是没有评论的 那明报呢 又有趣 明报呢 他又找到消息人士 他就说 这个出版社里的秦江 就不是前外长秦江 所以这件事是内人尋味的 世界知识出版社里有个人叫秦江 但是呢 只是同名同姓 就不是中国的前外交部长 其实华游的报道是很多人质疑的 他出来之后我也质疑 一看他 免得说 因为我是有看华游的 我是有订华游的 我是看华游的 一看也不是真的 一看也不像是真的 那不是真的 免得说 说来也没意思 没有说 现在 当然有其他人 都说 这个也是假的 应该也是假的 现在根本不知道秦江的所在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能够知道的事情 就是秦江应该没有事 严格来说什么没有事 就是没有死 也没有落获 就是秦江的情况 因为秦江的情况 如果你根据传闻去说 他也是作风有问题的 他没有像军方的大员 有通报、贪污 秦江是没有的 可能只不过生活作风有问题 可能 不知道 可能 现在的情况当然是奇怪 有这样的消息 我就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 从来都是有的 这些消息从来都是有人传 但是 每一个人传出来的东西 你都要想一想 究竟是真还是假的 因为秦江的情况 那时候 有些传闻说 他有个 儿子 有个女儿 但如果只有一个儿子 有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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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生活作风问题 就是 罢官 有可能 但是 那些是不用落祸的 那些 那些 这件事情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事情 就是秦江 现在 基本上 是未复出的 即是未回出来 那 有些人会说 这个 中国是黑箱作业 其实我又不认为是黑箱作业 但是我认为他 坏的事情是很小事 就是我的看法 是 有机会 他可能会出来 还有 在中国的外交系统 是很特别的 中国的外交系统 其实一直有传闻说 秦江 为什么会下台呢 其实就是 王毅去搞他的 全民就是这样 但是是不是这样 我是很怀疑 我也是很怀疑 有些专家他出来说 就是 外交系统有内斗而已 所以秦江 那里 不是政治生命 就会立即完结的 因为秦江的人很紧小神秘 其实他也很小心 但是有些人 他当然很负面地看这件事 就说 特意不弄一条红线出来 特意制造一个恐怖平衡 令到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但是这样其实是很麻烦的 这些恐怖平衡 没有办法 这些恐怖平衡 只能够顶一阵 很多人是顶不了的 是抵受不了这些恐怖平衡的 如果我在这样的情况里 我也抵受不了这些恐怖平衡 顶一阵就顶不了了 没有办法顶下去 那 秦江 他其实在三中全会的公告里面 就是 说他是接受他的辞职的 就不像李尚福那样被人免职的 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时候有传闻 就说秦江和李尚福那些 勾在一起 理论上不是这样 理论上不是这样 就是 秦江的问题 看起来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看起来 或者他可能真的身体有病 之前 那算了 这个八卦消息就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回来讲讲其他话题 就算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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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